哈囉我是大師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LB還有Twitch 那影片右上角有個QR code是大師LINE社群 那輸入你的YouTube名稱跟Twitch名稱就可以加入大師LINE社群裡面啦 然後這款遊戲是新絕大雙交 那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這款遊戲 那古龍的小說一定聽過這一部的名字 那這款遊戲是宇峻科技在1999年出品的遊戲 好那我們接下來去後面的劇情吧 火焰王正在裡面檢驗玄靈膏的純度 欸衛熊啊你現在一旁燒蛋 我要一個人上前套話 小心女我先麻煩你一件事 小魚兒你可別弄鬼 張青給你押押給你當人子你還不放心 我這一出去死活難說 先和小老婆交代好 時候多燒幾個紫紮的玉女 身材好臉蛋翹個性還要溫柔的 誰是你小老婆啊 原來有人和黑蜘蛛一樣 不歡喜自己年幼 比較喜歡充老 我要進去囉 張青 要是太危險你就先逃走 順便帶我向你娘說聲抱歉 就是我假裝夜男天的那件事 張青 我要進來囉 張青 我要進來囉 不是不是不是是我要進去的 火焰王你腦安好啊 閣下何人 你就是那老子懷悟大師的爬 拔命狗皮子 受死吧 欸慢點 我本來以為 堂堂一門之主的氣度應該更宽宏一些 你應該想想 有人會笨到明知是死路 還踏進來的嗎 要做金雄對得像一點 要先客氣的套出來 來者的話 再決定殺不殺才對 這倒是老夫的不是喔 你這個小子有點意思 有黨那樣踏進來 還教訓老夫 好 說說看你的來意吧 大可肥 最近丟了一批百萬標靈 江別赫追對父子 假如你是要挑撥的話 就免了 江南大廈已經向我輸成 隱私標局得手的四十萬兩 我已分到二十萬兩 另外五十萬兩 多半已被標示全款潛逃 哈哈哈哈 老天真不公平啊 又死在一個蠢蛋的刀下 明明有五十萬不拿 二十萬就唬了你一愣一愣的 你知道標影的去向 想用另外三十萬兩 換至一條狗命 非野啊 我知道你和江別赫的陰謀 只有兩條路走 一條是黃泉路 一條 又投入陰謀門下 當然第三條是整塊你 兩割良好 除此之外 就算你今天答應保輸我一命 改天果然是難逃一死 那就器言投名吧 你的聰明才子 正好配得上魏無心的 凶謀陰狠 那你和魏無心 就任我為左右附伐好了 言完文一同江湖後 這可是一人之下 望人之上的好位子 喜樂的小咪咪為了弄垮 別人的家庭 你還是要殺他有後快 你有吐死狗棚 鳥進工廠 鳥進工廠的毛病 一旦沒利用價值都殺掉 你連小咪咪都曉得 那更是更是非死不可了 所以我入陰謀門 遲早一次逸死 惡當糊塗蟲 不如做明白鬼 我已經知道你是魏無雅 只是搞不懂 只是搞不清楚 你為何要說 抽你的兒子為護法 三十萬兩銀鏢換這個秘密 說完 你就甘願死了 正是曹文道 細死可以 魏無天那個小字 喜歡衝好人 所作所為 都是眾所清閒 令我深恨 我就是要 送他兒子為護法 傳他魔功 要他為非作膽 讓無天於九泉之下 蒙羞替氣 只可惜他老子精明百斷 卻生個熱血之熬的笨小孩 我就是利用了他 為為父報仇心切 想學好武功的實現者 傳他一點魔功 他就得替我踏平武林各門派 來 整體衛無心的呆子 連殺父仇人清傳功夫都不認得了 易龍以後 再故意改一下說話的聲聊和語氣 就算我女兒 都認不出來 等等你有女兒嗎 他有女兒喔 衛無心的魔功我見識過 果然有下功夫苦練 但你一定留一手勢吧 只是當然 這孩子小小年紀就把魔功 練出六聲火喉 將別合也才練出五聲火喉 不過 他們都不知道 魔功解玄靈高要力 吹發體內狂醒 要是沒有練出九成功力 終究會在體內反噬 是 金脈靜斷 變成廢人 所以你傳江北赫一位無心的魔功 也沒安好心就是了 只怕我當了護法之後 也是要練個幾成功力的 你問太多了 說 你想怎麼死 嗯 我想要小姐很急 站不去就憋死了 怎麼取這種低級的暗語 臨死還能說笑 正要憋死你 換你聖經 膀胱經 那你不能死掉 全身輔走中毒 生不如死 你也可不當真啊 我還沒有說到斷和肥五十萬兩標靈下落 七七五十萬兩 那江玉朗小白麵就要當冠和肥女婿了 以後咱們就要熊霸黑白兩道 再肩負冠江南 林立大葉江城之際 還是以河為貴 以後 再慢慢撈回來 說不定 我也穿江玉朗兩手魔攻 我只是無名小卒 要你親自動手 不免無論你格調 還剩我的臉面 不如要為無仙來動手 或是牛頭馬面來都可以 牛頭馬面 你們兩個還不夠格 這樣你的護法會無心出來 唉 他早就被霍衛王殘疑 現在應該在贏我們顧家 明明武功不高 還能打成護法 還是用不下手 比較圖樣 哈哈哈哈 是誰不把這個護法放在眼裡 屬下 不敢 屬下 不敢 我閻王交代 我們也要提著想要這個人頭去見他 既然是護法要親自斬下的逆賊投入 我們真的還是不能帶狼 沒有啊 好久沒看到護法施展殘酷的殺人法 再這樣下去 護法可能威省全食 不能再領導搬我們幫助呢 哈哈 媽 這 這 屬虎老 要命的就快點逃 媽 護法 快上這小隻叫我回去 莫想人家叫活的一生之間 牛頭哥 還是快去救我 不然是要我本人能根本 拿出去 控制 這樣活更害 媽 哈哈 我以護法之名 命兩位速去救活 小魚兒的頭 我會親自交給活炎王的 媽 哈媽咪 你也聽到護法的餘定 表示出個差錯 媽 與炎王文貴 以旋頂高徒步騎巧 大鎖 加口琵琶鼓 好 我沒騙你吧 以前我就和衛精靈說你莽撞 報仇心切 不免進退失聚 哈哈哈 別說了 你被壓在野王們的時候 江別賀 以重發古靈鐵 要在千鳳林當上古靈盟主了 我只有破壞這計劃 才能稍微洗去雙手的誣寫 孩兒不孝 爹 爹 小月 因為女人弄哭 我是曉得的 可是 你男人都要弄哭 哼 這是壞習慣 你別風涼 那有趣啊 他已經改邪歸正了 要和咱們去扯江北歐的後腿 人家只想開個玩笑 以後別用小姐什麼做暗語 好難聽喔 燒花田的事我已辦妥了 有什麼獎勵 想一個 少衝美 厚臉皮 告訴我個性溫柔的指納要怎麼殺 哈哈 我開玩笑你揍我死啊 我又不知道的事怎麼會知道 胡說你也信 你天天冒險泛濫 我 我總要先踢一被子 萬別一通好了 呃 挺好啦 扎好的指納放在心口 心中虔誠的默煉 我好喜歡小魚兒 我好喜歡小魚兒 練九十九次 不能間斷 第一百次實要念 我 我好愛小魚兒 這個魔咒 就會應驗喔 嘿 生了專心練又數次數的 所以用樹株串了九十九顆 第一百顆用較大的竹子別起就可以啦 心童練 手投鼠 要不要 我做一串給你練習 你先做好自己練練 我好喜歡小仙 小鮮魚 什麼 小紅貓 偷信愛吃小鮮魚 我畫銀子一千兩 叫街坊小孩都背仇去 你敢 你敢 你們兩個 別讓我把他搖去 我還有一頭 壞花骨呢 只是在這種危機的時候還可以開玩笑 真的是 真的就小魚兒辦得到了 要不這時候幹嘛趕著逃命去啊 我 哇 個人復乏 終於背叛本門 喵 小怪我們手下無情 用什麼方式打他們比較痛 炎王鐵 炎王鐵 他急著噴倒是怎樣 炎王鐵在打全體的哦 等下等下 我有 復活的嗎 好復活復活 炎王鐵 哦我們應該先放冰心爵的哦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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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有何用完就沒了 他打贏了 想說有那個憤怒技的說 火焰王不會給你好死的 你給我記住 江湖中出大事啦 江北赫大俠正在千鳳凌籌辦武林大會 這次真的要選出一位武林盟主 不知會有誰擔任 這次的武林大會就不像上次一樣 各界做完全準備 嚴密地監視鹽王們的一舉一動 無論胖如何趕緊選出一位盟主 引導各派合力剿密鹽王們 讓江湖早日太平 好 從這裡開始 周會越來越多的武林中人 都是被爺王們威逼或滅門的 要是喬進爺王們的護法 大概喝不得撥你的皮 喝你的血 吞落啃骨 所以還可以幫你易龍神普通武林中人 才混得進武林大會 不然還沒介入陰謀 就被各派殺死 不過現在親父林正協會去 護有殺法 想要不流血走勢會場 恐怕是不可能的 據可靠消息 已經探出鹽王們捉落的位置 簡言之 今日召集大家的目的 就是推舉一個武林豪傑當的盟主 來率領眾人合力前往剿滅 這次大會 要特別感謝安慶的江南第一首富 斷合肥 斷大善能的幫忙 我們請他說幾句話 欸 鄭大喬 個個氣了 斷某採血有限 不會說什麼慘 慘謬話 總之 就是炎王們所引起的風風雨雨 影響到我斷阿胖的生意 所以我決定提供重金獎賞 拿下火炎王像頭顱的人 並提供刀槍兵弄藥茶一類 全程勾印剿滅炎王們的行動 至於時速部分 我斷加了連鎖客單費用 也願意免則免 阿多安娜薩人 復而不交 願意為武林新王貢獻財力 面得炎王們之後 我們一定要多多照顧你旗下的事業 喔 商人這也是貪生怕死 要不是以認定各派勢力 以退 以為 將別客當地武林盟主 而炎王們必定被滅 不然旗敢自爆姓名 等著炎王們派人來取人頭 上次的武林大會 因炎王們偷襲各大派本山 導致最後草草溜壞 要是代謝沒有記錯的話 江某正式預備人選 不知道各位有什麼其他的高劍 江大俠生命卒絕 武學精神 人格高崇 並交友四孩 論武學 與商大派自有上下 不見得比得過 不過一堂劍是馬 謀略與引導的威望 商大派並無可並駕齊驅的人選 哇哩 混蛋江別賀 大概是有暗插一些人 在台下替自己說好話 維京之際 一則找個功夫高了 挑掉江別賀 另一則只好逼出 他和火影王合作的接謀 老夫並沒有這麼偉大 這位人兄台海 不知道三大派有否更好的人選 少林派如前世所言 是願意派人繳發炎王們 並無意進出盟主寶座 我當然是支持江兄的 看來道長對印青姑娘 叫不成江羽人士 心頭還有疙瘩在 聽說江羽人快要取斷合肥府上的小姐 一方是武林盟主 另一方是江郎首富 只是喜上加喜 江大俠就快勉力雙收了呀 豈有此理 江北賀你是老狐狸 我會來跟你這武林盟主 為什麼每次重要時刻 你們都要出來消缴貨了 江北賀到底給你們什麼好處 灌了什麼謎堂 竟然要注重為虐 鐵線啊你醒醒啊 花五穴這個凶器的成敗 完全由你控制啊 baby 江北賀別梳頭摧尾的 無缺無欲進主名利 但是江大俠前些日子 為討伐銀魂們的事情奔波 受了風寒 不便上場對仗 暫時有在下大搖 玄珍道上 沉浪了 氣不如人 還有什麼好說的 盟主之位最重品性言行 玄珍好怒浮躁 就算武功出陣 也不能領導眾人 不知道還有誰想切出武藝的 再這樣下去 江北賀一定會當上盟主 不管了 用方案二 無缺公子 無缺公子果然神功蓋世 卻是人情事故一臉不通 和在場的諸位一般 被江北賀蒙在鼓里 小玉兒 你憑什麼大爺不長隊來挑釁 小玉兒 今天是武林新局一起的大事 我暫時不和你計較 但是撥弄是非也得有個憑證和道理 不然 就算武人員讓你 台下的諸位 可不是胡說兩句就能交代的 啊 對啊對啊 我會帶一個人證來 但是大家要先答應我 不能動他 至少等他話說完再動手 不然 最後吃虧的是你們 江南大俠在此 一定會維護公平 你蠢蛋啊 作者會自己承認自己認錯 還是武靴公子承諾我才會相信 你 到底是要奉承還是罵人 好 一句話 哈的命 由我花武靴先當著 直至哈把話說完為止 君子一眼快馬一邊 鐵心男走上門看錯男人 我講這句話幹嘛 魏無心 上來對職吧 小魚兒 你竟然能買通煙花門護法來污衊我 好狠的毒戒 罪人 殺害各位的死者 門人 清楚的罪孽 待我輸出江北赫的陰謀 在報得復仇後 會責任於眾人面前 自消顯露 異常前怨 你說什麼好聽的話 你殺了我師兄 我要先來這場命 我桃門四妹的髮妻 還暈八個月 完全沒有仿恨的餘地 將眼王們還下手 我不能原諒你 還我的命來 你趕緊致敬贖罪啊 大家安靜點 魏無心明知道這裡會被亂刀分屍 還冒險來說清楚尖謀 大家聽他說晚話都不成 江別赫與火焰王商量好 一人擔任武林盟主 一人掌控江湖黑棒 再加上斷合肥的資金 就能黑白兩道 無往不利 他們已經約好要故意放空炎王們 讓諸位去搗毀 這樣 就能鞏固江別和武林盟主的地位 師主 赤炎當真 其實火焰王根本不想遵守這約定 他在焰王們設的機關 隨時準備妄中卓鞭 將諸位英雄誘入中國後 活埋 江別赫 這是火焰王的一力氣之罷了 即使大家齊力衝出重圍 真的剿滅了焰王們 也要犧牲很多的生命才可能患難 各位要如何對世代的妻兒子女交代 假如是為了正道 犧牲在所難免 不被未有死 又有何懼 是啊 道長的正道 只是為了唯心而眠的名聲嗎 我自己是父輩全力鬥爭的遺孤 為了報復仇 學功夫 財務中艱人的詭計 入海眾人的性命 這種圓圓相拔的悲劇 難道還要再重演嗎 你口口聲聲說 我以元王們勾結 這種謊話 三世小孩也編得出 完全不同的另一套 信口齒謊 倒是拿出證據來看看 閣下坦坦而談 所言不可能 但是難出證據 說服中的更好 不然 站下也不能再繼續維護下去了 我想和江別赫一戰 江別赫成何火營王學過魔攻 只要追求最大的功力 一定能計算他的魔攻 你 你們心是荒謀 荒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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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道長 咱們這麼多名交得請 霍言法師 為了波羅比 款下 重電少年了 為了無心可恨 可當他冒著生命危險來勸說 就有憑著膽子 雖然咱們不為江湖正義 也要為七個子女著想 我們 不能冒險 江大俠 武功威平第一 為五星一人 終究難敵 恐怕還沒接觸魔攻 就被重手震死 我來幫你 我也來幫忙 我也 我 我們還不知道誰對誰錯 沒想到我堂堂江南大俠 也會被你們逼到這幫田地 好 很好 贏完鐵賞你了 欸 這邊有一個 回復道具好了 補個血 好憤怒 欸 聽我們這樣子還不能用 欸 欸他一直打為無心是怎樣 好 沒關係啦第二場所全部用天魔護體了 天魔醬石還不能用 這樣別喝一直很大啊 我就說他身體很大 好 好 啊好 老夫公記不記 今朝拜登山的連手 也不亡了 你還敢狡辯 我用十重魔攻打你 讓你魔鬼逆流經脈 暴體二死 我就不信你敢不回掌 嗯 功夫不記的傢伙快快離場 然後皮膚四季敗落 要下殺手了 好 男妹 我們走吧 你承受江別赫的恩情 今天這檔事 怎麼管不了 小羽 你自己多跑走 你走 走了以後 就遠遠別回來見我 別為這種的孩子哭泣 別 別孫 你再踏出一步 不容易得到鐵心了 就會永遠失去我 江別赫 我真是嚇得狗影看得出了你 今天 我就要替天行道 原來師兄之死 也算是你害的 江老怪 火影王明年沒有傳你這麼多功夫 他能留一手 我就不能偷選 我功夫的基礎比你好太多了 只要領悟訣竅 試進展 這檔比你快 學年高 你不要命了嗎 反正我已經審本名年 只要能宰了你們小姐 少幾年少數 少數又算得要什麼 我們一起上 我快速打 打掉他 快速打 打掉他 無理狀態 炎王鐵 炎王鐵 打我的密室 炎王鐵 這種遊戲是不是只要選炎王鐵跟太極拳法就好了 炎王鐵 炎王鐵 你會添魔護體啊 我前警線有測試過啦 所以看起來是沒問題的 頂多就是youtuber上面的就是 他會不讓你會說這一段沒辦法贏力而已啊 就這樣子 你可以把音樂換掉 不是中戰 打火焰王才是中戰 我們最後幾場總是要做個樣子 不是做樣子 我是說認真打一下 讓大家看一下以前打他有多難打 大家看到了吧 這是這麼難打 好 龍虎霸王拳是不是 龍虎霸王拳 龍虎霸王拳在哪裡 看到了 OK 好 又附體了 等一下 好 好 用猶豪鐵還是比較快 還來啊 好 他快沒血了 他快沒血了 贏了贏了 好 父親 明 明必於此 臨終 臨命中前 突然覺得 富貴命令 原來如浮雲 我 我對不起大家 你和我一樣 左奪管 死有餘故 別假細心的懺悔 臨死尚有一心力未了 為了贖罪 我願講 阿彌陀佛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腦娜願意替你完成醫院 我願講 什麼 說清楚點 口賊 您是想要託壞人大師共赴黃泉 其心可住 江玉朗 你好 很好 擺上笑微聲 還知道要救你爹 多謝余生誇獎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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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事情的詮譽後果 我 我就託付給你了 你 姊妹不是要不是 就這樣呼吻過去 我還沒有答應照顧魏金妮呢 你這樣子 我還有眼眉在見到你妹子嗎 金妮 要咱們做好兄弟 我總算 伯父她的期望了 只可惜 沒法子找魏巫雅報仇了 我已經吃了這麼多的貴 咬她比 咳 不小的格格選 要像電影一樣 光明正道的活著 大師 道長 施主有何吩咐 這 這我還沒有事情 快 將我分金體肉 將石塊 分送各派 以 益盡我 誓言 山哉 山哉 直過人改 冒失 冒險事件 救了各派 金英春的厚生小輩 使武學不至於咱們這一代小事 卻又捨身 卻又捨身 就鬧那一命 這種人意 雖不能 盡常情願 但我 下不了手的 事情 總有個交代 又來下手 道 道長 好歹我也曾與兒眉 門下喜意 魏無心把我和小月兒從炎王門中救出 師尊得放他一馬 上天有好勝之等 過去的魏無心一生 回言法師 親自見到我手刃尖賊 阿彌陀佛 昌天日月 並可為政 那個醉大惡喜的魏無心 在千鳳林 為神喜道長 斬成碎片 謝謝道長 多 多謝兩位前輩 也無 全是 小...小月兒 你用力打我 我不會換手的 是 你別說話 我...我會找萬神 治好你 喂... 趁索賢 你一定要活著走回恩人骨 竟然妹子還在等你 求是老義 背負著書院高潔托人 更要有勇氣 我...我已經能累了 把我最後的唱會告訴他 要...要他連通 我剩下的幸福 小心 有沒有燙著 鞋...鞋太斷了 我好像聽到哥哥在叫我 那你怎麼哭了 我不知道 真是鞋太忍不住了 扭出來了 我雖然不知道會進你的信 不過我想 他一定會編引出花環 讓你高興 報酬的事 就由我建議而問 我還沒跟魏烏雅這老妖怪交手過 兄弟 我可是拼了命 替你收拾殘局 能死掉就算了 你還故意跳出炎黃門中門的鑰匙 要不是不把你報仇 就好像豬狗不如一樣 為什麼 連果然到死都不放過我呢 要先回... 要先回... 要先回二人骨 向魏精靈報訓嗎 沒有倒毀... 燕王門之前 我沒有連回二人骨 見魏精靈 應該不會急著 替海鴻豬載回... 陣營的徒罪吧 與孩子家... 整天老愛胡思亂想 那是順便 順便 emaan 本次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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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